这份资料真的很宝贵 就是这十党标的 请看 近五年 元月涨率超过了八成 而且这几党每到一月份 百分之百都会上涨 瑞玉 泰鼎 智茂 普瑞 六角 往右边看 而且一月份百分之百涨 每到一月份必涨五年的时间 涨幅在这儿 法人十二月份真的有买呢 那涨率八成的呢 五年当中十次涨了八次了 就是这些万润 金宝 金采 逸光 至上 平均的涨幅在这儿 法人月润多数也正在买方 建成请上来 十党各国 谢谢建成 全部帮您检查 看他的资料 也就检查什么呢 本业做什么的 还有 1月3号元月份 2022能不能续掌 圈圈叉叉还有三角形 还有三角形 好 那如果能够续掌的话 理由呢 来开始说明了 第一档 瑞玉的部分呢 它本业就是网通晶片嘛 Wi-Fi晶片 还有PC周边相关的IC 就是IC设计公司 那我认为2022年的1月份 应该会续掌 所以我打个圈 会续掌 理由 因为PC跟Wi-Fi的产品呢 还是持续的看好 而且呢 很多IC设计的本益比 看起来都很高 它只有18倍 有补涨的空间 所以我觉得机息没有到那么高 所以瑞玉看好 第二档呢 太顶KY的部分是PCB 硬刷电路板 那我是打三角形 三角形什么意思 稍微观望一下 稍微观望 没有说它不好 但是先观望 为什么呢 短线涨幅太大 颈线未来压回是关键 那它未来成长性呢 MIDA LED的需求强 还有汽车新客户的加入 对它的汽车版的 会有一些加分的作用 基本面是OK的 但是呢 因为涨了比较多一点 所以三角形只因为这个了 第三 智茂 智茂是两色仪器 这个微打三角形 基本面也OK 高速的运算 5G相关的客户 带动整个半导力测试的需求 外资是有积极布局没有错 但是它量走势不是那么积极 所以打三角的原因 叫大家不要最高 就是年底的企图性不强 量也不是那么大 OK OK 好 普瑞红色 普瑞KY的是两千块的股票 它是高速传输界面IC设计 我认为它会涨 虽然最近外资有调节 不过5G AI的商机 让它高速传输的需求 还是继续好 而且均线是多头排列 赞啊 六角呢 六角的部分是餐饮 国内的餐饮 餐饮集团很多连锁的 加盟的部分 我是打叉叉啦 因为没有法人买 量有很低迷 季线也压力比较重 所以量还有筹码方面 都不是那么好的情况 我先观望一下打个叉叉 所以这个六角会涨也有可能 因为过年大家去餐厅吃饭 我跟你讲 很多餐厅您常去的都是六角集团 所以您认为明年一月份 会续涨的都是做晶片的吧 这两档 那我就看那个有希望的红色圈 绝好了 来第一个是瑞玉 瑞玉的股价 你可以看到慢慢电高 慢慢电高 这个机器也没那么高 月线在这里 OK 你就沿着月线 打回来月线就是一个买点 都是一个买点 所以跟着月线操作 应该就相对安全 月线五六四点三二 普瑞 普瑞的部分 最近来看的话是有涨上去 不过我觉得有机会再爽 但是这个高点 因为报的量很大 需要来做一个突破 当然这有点是 因为权重调整的关系 不过呢 整个来看的话 它还是沿着上升轨道往上走 这算是一个V比确立吗 对对对 没有错 只是说缺量 但是法人有在买 尤其在外资的部分有买回来 有买回来 2240注意一下压力过不过得去 今天普瑞是土洋同买超的 后面五档来 幸好有三个圈 至少有五个 五三二 五个可以了 万论 半导体的设备厂商 他打入了台积电供应链 那今天我们一开始 不是看台积电供应链都红通通的吗 他就是其中一个法人也在买方 而且最近是增量突破均线纠结 所以我认为他会续涨 那金宝的部分呢 他是消费电子 什么都做很杂了 最近的题材就是低轨道卫星 前一段时间有涨 那为什么打叉叉呢 因为面临前高18.8块压力很近 最近外资 刚才前面看第一张 外资 法人卖最多就是金宝 外资转为卖超卖很多 所以今年2022可能不延续了 对 这个筹码比较不好一点 第三打 第三打精彩的部分 一金显示的模组 那我也打个叉叉 虽然外资买超积极 但是量 我考虑成交量 因为可能没有市场上去欺赖他 就是众说你的基本面还不错 但是力道上就稍微弱了一点点 逸光有希望 有希望 逸光就LED的部分 发光二极体 我想横盘整理很久了 外资也在买 北一笔只有11倍 你们看就是补涨 这个所以我打个圈圈 我问你喔 发光二极体逸光 顺着刚刚俊洲讲那个面板 明年会有一些高度的运用 广泛运用的期待性 这个也会有机会 也会有一些机会想象空间 OK 最后一打 另外一个至上的部分 它是记忆体的通路 我也打个圈圈 西安不是封城吗 记忆体的供应资金 尤其Netflix这一块 另外呢 最近外资都要买它 股价也突破前高 四十九块钱 技术面 筹码面也都OK 元月份能够延续 元月份必涨或涨率八成的 现在呢 万润 逸光至上 三个圈开始了 好了 我们看到 均线纠结在这边 好不好 量有出来 红K棒站上 四个月底行 对 所以我觉得说 法人也有清代的话 有机会来做一个补障 盯着半年线 123.02看逸光 逸光的部分 你看 横盘整理好久 对不对 这边横盘整理 很久很久了 那当然这边是因为 权重调整 我觉得这边上架增长 只要有一根 带量突破往上的话 本一比只有十一倍 当然有机会了 在元月份来做一个补障 今天土阳同买逸光 看一下有没有机会 在元月行情买到过五十五块钱 最后一个至上 至上的部分 最近股价要走势很强劲 法人也在买 有没有 前高已经突破了 紧性过关了 所以包括这里也突破 未来如果压回 这边不要跌破的话 这里不要跌破的话 应该是有机会再往上攻 四十八块颈线 如果不破的话 多头续航力道收到2022元月份 今天的至上是外资买的 好 感谢建成非常谢谢您了 您看吧 幸好也做这一题 本来在想说 我们引言 最近五年 十党元月份涨率高达八成 实在有个漂亮的 而且法人多数也正在买方 我真的以为 一月三号之后 元月行情这十党都会涨 错不是这样的 感谢建成整理得真好 这个2022 下个礼拜 一月三号之后 元月行情会不会继续涨呢 打圈圈的会 各自有理由 原来集中在晶片 半导体 三角形观察 叉叉是不会哦 考量到法人卖了 量缩了 就打叉叉了 后面五档哦 一样你看半导体了 法国二级体 半导体 这些机会会比较大 其他的如果外资卖了 量比较少的 就打叉叉 总之呢 盯着看出来 2022元月份的行情 半导体 依旧是最佳男主角 这样的结乱 建成没错吧 完全正确 感谢您了 口大哥请上来咯 接下来呢 下个礼拜 1月3号开始 关盘重点呢 好 我想在这个地方 一定要掌握 钢基领论的 后续发展的重点 台股上工 一定要补量 不可以说在这边 一直量加倍率 如果大盘上工 没有出现补量的动作 要留意腾落指标的变化 关股站在卖方 量价背离 加上指标过热 加上跌的加速 大益涨的加速 甚至空单 未平常口述 持续增加 如果这些指标 同步的浮现 台股一定会回撤 18034 补量要补到多少 在现阶段来讲 至少要维持在 3600亿 才是首稳站上的 一个正常量 3600 对 哇 3600 那我们可要加加油了 不过呢 现在有一点点想加分 今晚的美股呢 现在又走稳在盘上了 是在涨 可是呢 因为我们今天是礼拜四了 有两天的美股哦 如果呢 开红盘的 1月3号 2022 迎接 Happy New Year 不到3600亿的量 鬼谷大哥说的 但是呢 1月3号的展开 您得要弄懂 元月行情啦 还有包括了 这个明年的展望呢 锁定明天 跨年前线 特别节目 财报矿窗期 往往会有哪些的迹象 哪些个股会篡出 高股息值利率 2022 您又该怎么挑法 跟今年一样吗 元月呢 元月行情 怎么挑股票 低价股怎么选 元月有好 当然也会有变数 而且三位专家 全部帮您话 明年一年四季 怎么个上上下下 高点跟低点 明天特别节目 但先锁定 待会儿的深夜新闻 感谢您的收看 祝您晚安 我们再会